各位好 歡迎收看 2023年8月6號 星期天的三點鐘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上志 首先介紹三位評論嘉賓 先介紹資深媒體人謝罕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駐紐西蘭大使 紀文綺大使 上志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退役少將同學 前戰爭學院的教官 立正傑將軍 上志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看的部分是 侯友宜跟賴清德的 他們的較勁 特別是針對於兩岸部分的訴求 也開始加溫了 那麼這裡頭先來看是侯友宜 侯友宜從日本回來之後 感覺起來一步一步的在推動 他的一些訴求 包括年輕的選票 比如說現在傳出 國民黨要組青年智庫 來幫助侯友宜 那麼年輕人的票是侯友宜當中 所有票源當中 最弱的這一塊 那麼是不是現在要跟青年的部分 接軌包括政策白皮書跟年輕人 能夠零距離 而且這裡頭還包括 像搶公年薪票當中 在針對於低薪高房價的部分 還有兩岸穩定經濟 才能往前走 這些都一個閉環的訴求都出現了 那麼侯友宜 針對於那麼朱立倫到桃園參鄉的時候 表達了在野的陣營要團結 侯友宜說 讓我負責把兩岸牽起來 這個口氣相當的自信 也相當的大 那麼慢慢訴求他在這方面 兩岸的所謂這些談話 感覺有點力度跟過去來講 有點變化的增加了 特別他提到 民進黨執政不願做的事 由我來負責把兩岸牽起來 這是侯友宜 來看一下賴清德 賴清德特別是在美中角力 這個兩岸的狀態當中 他提到我們必須分清敵我 不走回頭路 那麼不斷強調跟中國大陸獨裁 是要分清敵我 而且要來提到說 那麼哪一個國家不放棄武力攻台 哪一個國家是盡力協助台灣的 回頭路跟專制 這些關鍵字 不斷的在賴清德的說法當中出現 那麼當然現在有關於訪美這件事情 尤其是賴清德的訪美 這個部分 那麼現在有說法說 賴清德的過境待遇 已經比照蔡英文 這個部分已經定了 有各式各樣的說法傳出 只不過現在同樣是在訪美的部分 那麼侯友宜 是不是也會有得分的可能 郭正亮就特別提到了 那麼賴清德過境美國 中國不可能沒有反應 侯友宜也要有所表示 他認為侯友宜現在的基調是 台灣沒事 日本沒事 應該也要強調美國也沒事 來對比賴清德是不是troublemaker 講到這一點來看一下 其實最近有關於電力 以及台積電 那麼針對於台積電是最近 因為經濟部長王美花 又把台積電已經宣布延遲的 高雄設廠又拿來講了 但王美花說這絕對不是選舉紅利 每次講到選舉的時候 高雄又要講台積電設廠的問題 不過王美花這次說不一樣 現在在國際上佈局 台積電有幾個考量 客戶要求再來是接近市場 另外跟流台灣都做好做足了 王美花是這麼講 但講到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因為最近政府都包括蔡英文賴清德 都提到了細頓這個說法 那麼劉德英在接受 紐約時報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不認同 他認為大陸不會因為台灣的半導體 就選擇或者是放棄攻台 他把認為台積電的價值 跟防止大陸攻台這件事情 他一直強調要脫鉤 所以究竟台積電在現在來講 是不是他台積電半導體製造產業 是不是風險就是全球關鍵之要了 那麼民進黨或包括賴清德的選情 會怎麼樣來運用台積電 那麼蔡英文的說法始終強調 這是台灣的重要地位的所在 那麼賴清德甚至說 全世界都有責任保護台積電 拿台積電會不會作為 他們未來選情當中 兩岸以及國際訴求的一個主軸呢 但講到這個地方 其實張忠某最近也還是接受 紐約時報的專訪當中 他話說得非常直白 那麼也很無情 在哪裡呢 他提到晶片戰爭 他說中國會設法反擊 美國企業將會失去業務 一如長久以來 他並不主張台積電的全球 特別是到美國設廠布局的 這個思路 張忠某現在還是沒有改變 而且他說他不擔心美國的政策 阻止中國大陸陸企 獲得尖端半導體技術 他完全不擔心這一點 所以台積電的爭議這裡頭 也會牽涉到 美國的部分是不是有新的禁令 會限制付中國投資 高科技的這個部分的進一步的動作 這來自日本部分的媒體 當然現在拜登政府 已經頒布了一道 新的策劃很久的行政命令 將會限制美國 在中國的高科技投資 裡頭包括了人工智慧 半導體和量子運算等等的產業 當然這裡頭 英特爾現在最近已經表達 要在深圳建晶片創新公司了 有沒有一點跟拜登政府 唱反調的味道呢 那麼特別回到我們剛剛講 在侯瀨的這個兩岸的 這種競爭跟訴求 韓濱怎麼看 其實照理來說 傳統上兩岸 應該是國民黨的強項才對 可是你從最近的幾次民調看來 在兩岸關係上 侯瀨瑜居然是三個人最後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 所以國民黨的傳統優勢戰場 他沒有辦法發揮的話 那這個選戰到底要怎麼贏 所以我覺得除了年輕人之外 韓濱應該要把兩岸這個找回來 他應該要特地出現 他在兩岸上面的能耐 國民黨在這邊應該是有優勢存在 所以他要趕快發揮這些優勢出來 不然的話 你自己傳統優勢戰場都沒有了 那還什麼地方是你的戰場呢 至於說賴清德 一直在那邊講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現在明明 就是你明白的告訴大家說 對岸是個專制獨裁國家 對岸是你的敵人 對 你現在就直接這樣講了 那請問一下兩岸要怎麼和平 我問你 兩岸到 你定基調都已經定成這樣子了 是 那請問一下兩岸之間 還會有和平可言嗎 你就是準備要跟對岸一戰 他們擺明就是這樣 我覺得你有這個想法也OK 這是你的主張 那就看台灣民眾知不支持 但是不要閃閃躲躲 一方面在講說台灣不會發生戰爭 大家放心不會有戰爭 然後一方面口口聲聲說 中國要打台灣了 然後中國大陸是我們的敵人 那請問一下 到底是會發生戰爭 還不會發生戰爭呢 是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不要再閃躲 你就擺明的講 你就是準備跟中國大陸一戰 你的打算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基調全部定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何友宜還有其他的候選 那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主張 那你們到底是要台灣戰還是不戰 你們要拿出你們的態度出來 讓選民能夠清楚的知道你們的立場 我們來做選擇 那至於說台積電呢 台積電老實講 王美華根本從來沒保護過台積電 他根本也不care這件事情 因為王美華根本不懂經濟的經濟部長 所以他根本就是在鬼扯 他講什麼根本無需在意 因為這個人除了幫政府洗地之外 什麼都不會 他什麼也不懂 那我覺得劉德英講得非常清楚 老共打台灣怎麼可能會是為了台積電 所以我覺得去扯這些東西根本本身就很好笑 那你說全世界都應該要保護台積電 不會 全世界我會保護台積電 我把台積電移到全世界不就結了嗎 就這麼簡單 人家現在正在保護台積電 移去美國 移去日本 移去歐洲 人家正在幹這件事情 我台積電只要不要放在台灣就沒事了 不就這樣 人家正在保護 可是他保護的是台積電 不是台灣 你搞錯了這件事 那張中某不看好是很正常 因為實際上拜登現在對中國大陸進行的 這些高科技半導體的限制 限制到誰 限制到他們自己的廠商 他們現在一堆廠商已經開始在跟拜登叫 你不要再這樣限制 再這樣下去我們自己會先完蛋 這個就是美國真實發生的狀況 所以這本來就是會往這個方向去走的 那拜登現在他要繼續發動制裁 OK 就看你美國自己能夠撐多久 其實制裁的東西就是這樣 今天有個消息出來 你知不知道俄羅斯在經過了這一年多 被全世界制裁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俄羅斯的GDP居然上升了 它的 如果你以PPP評價來看的話 它居然比戰爭前還要成長 請問一下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到底是怎麼制裁的 所以我覺得美國過去那種 想要用經濟制裁去壓垮別人的方式 恐怕已經出了問題 世界已經不是在這個樣子 北韓一直被你制裁 伊朗一直被你制裁 請問一下制裁的後來結果是什麼 他們倒了沒 也沒倒 所以我覺得美國以為 用經濟制裁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那恐怕是把事情想得太天真 是 介大使 這樣子蔡英文這些賴清德 王美花 都是美國人最好的朋友 美國人的中狗對不對 中心梗梗的一條狗 可是跟美國人做朋友的話 你就看台灣 對台灣有好處還是壞處 他沒講出什麼好處 我們幾乎講台積電來 台積電是心甘情願去美國投資的嗎 這個張中某講過好幾次 張中某第一次還沒有去之前 他講說最後是什麼 他說最後是白忙一場 對 第二次他講得更明確 他說在那個時候 在美國亞利桑那場 那時候所謂的電機的時候 那個儀式 拜登也去了 張中某也去了 王美花也去了 都去了 慶祝 結果拜登講說 製造業終於回到美國了 結果張中某講說 他聽到這個回到美國 他覺得非常的刺耳 這個當然張中某是非常有修養的 他講話已經夠重了 顯然是不願意去 而且現在的問題 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場出現大問題 2024要量產的 結果工人人守不住 然後施工的進度不夠 然後這一次台積電法 7月份法說會的時候 才講了兩三句說 那邊的工人的效率 還有什麼這些問題 結果 工會 沒有 沒多久美國亞利桑那之後 工會就警告台積電 他說你們講這句話 就是想要引進外國勞工是不是 他說我們這些工人怎麼樣 都是參加過Intel的 如何如何 可是那為什麼 你這工程會延期一年 2024要延期到2025 台積電的140億美金投下去 他能夠賺回貨幣的時間 又晚了一年 沒錯 2025還沒有 這個對台積電是極為不利的 對台積電在這種前沿的競爭中 他需要大量的資本 去投入最新的器材跟英雄 研發 你這一個台積電 你這一個 亞利桑那好像就出了這麼大問題 美國對台灣好 如何如何嘴巴講很多 買武器要買美國的 然後現在台積電 明明白白把他搶去了 你今天你這些蔡英文 你這些賴清德 你有站在台灣的利益 去跟美國人交釋說 對不起 這是我們護國神山 我不能隨便叫他叫我 而且還自己拿錢去 拿了140億美元去美國投資 這個跟美國做朋友是這樣 好 賴清德 你說大陸 中國大陸是敵人 你今天我們今天台灣 所有外銷43%的產品 是外銷到中國大陸的市場 好 你明白講大陸是我們的敵人 大陸說那你就不要賣東西來 對 我們現在每年 去年在美國 在中國大陸 近賺140億美元 1400到500億美元 對 那你這個錢還要不要賺 我請問一下賴清德 你這麼偉大 你一句話就是大陸就是敵人 我們要跟美國 美國幫我們台積電搶走 大陸有搶台灣台積電嗎 大陸讓台灣43%的外銷 都送到大陸去賣 對 你都可以自由進出大陸 你說那你是敵人 大陸說那你就不要賣 對 不要賣的話 你1400億美元 你一年賺不到 請問賴清德 你叫我們台灣人去哪裡賺錢 是 你們這些人在這邊 搞仇恨 搞這些朋友 根本就交錯朋友了 認錯敵人了 對不對 還要出來說對台灣好 你現在還沒有當選 就已經把我們的台積電 搞成這樣了 是 台積電股票 看它的股價就知道了 這就是你們蔡英文帶頭搞的 我們護國神山給你搞成這樣 你也害到高雄人了 高雄人本來台積電的4奈米廠 就在那邊開始建了 結果沒了 為什麼沒了 因為美國叫他去不但去Arizona 還要去德國 還要去日本設廠 哪有賢錢站在台灣市場 台灣市場不關門都不做了 賴英文跟賴清德 你無人不講一句話 這是美國人這樣子 朋友對朋友之道嗎 是 你把美國人當朋友 美國人幫你當朋友嗎 是 李將軍 這個王美華講這話 不是選舉紅利 我給大家看幾則新聞 這個第一則是 我不曉得這樣照得照不到 這個是2011年11月的新聞 這個是在地方選舉之前 台積電確定在高雄設廠 陳新邁還說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這是高雄選舉之前 這新聞要設28奈米廠 之後停下來了 一大堆人被割韭菜 對不對 然後不但有人被割韭菜 也造成高雄的房地產的上漲 年輕人買不到房子 好 我再給各位看第二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是7月份 今年7月份的上面寫著 台積電高雄設2奈米製程廠 陳新邁說補足相關資料再審 這是陳新邁講的話 是7月份上個月的新聞 好 接著下來我們再看 昨天的新聞 機器部長王美華對不對 他接受黃黃晴節目訪問的時候 台積電先進製程2奈米廠落腳台中 現在正在都省中 這到底誰打誰臉 是王美華打陳新邁的臉 還是陳新邁打王美華的臉 我不曉得 但是這是這幾天的新聞 而且是上個月的新聞 所以說我覺得說 今天在消費台積電 利用台積電 有沒有利用台積電 來炒作選舉紅利的 其實我們從這幾則新聞 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但是我這邊特別要講說 也就是說他們講這些話 到最後都有一句話 那是政治語言說 最後決定要台積電細節 由台積電自己去公布 那這完全是推卸責任的話 對不對 你既然是如此 你地方首長 就不應該替台積電 來宣布要不要設長 你應該由台積電自己來決定 他要在哪裡設長 生產什麼東西 那你要替他宣布 你就要負責任 所以你是地方首長 人家把票投給你 就是希望你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結果你現在真的是 這個任務不可能完成了 現在變成這個情形 所以說現在馬上 明年面臨的總統選舉 你今年我這邊要跟我們 高雄的鄉親 因為我來自高雄 對不對 要跟高雄的鄉親講 大家注意到 如果台積電 沒有百分之百消息的話 千萬不要再去當韭菜了 之所以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我想說前兩天我已經講過 他蓋一個工廠 我們新聞看到 他工人都已經不足了 他沒有那種技術的工人 對不對 這個美國來講 一年蓋不到兩個廠 所以他不需要很多專業的技術工人 台灣因為不管是台積電 利基電對不對 世界先行這些工廠 不停的在蓋晶圓工廠 晶圓工廠的這個蓋廠的標準 他的技術跟一般的工廠是不一樣 沒錯 他有些焊接工人的技術 要專業技術 另外台積電完成之後 其實我覺得也值得堪憂 為什麼 大家去竹北看一下 竹北那些工程師 你看他幾點鐘下班 你在那個地方看你就知道 我只舉一個例子 竹北那個地方的幼稚園 是包括到幫那些小朋友洗完澡 餵完晚餐 家長才來接 就代表說這些家長下班以後 回到家都已經是八九點鐘了 所以非常晚才能夠回到家 在這種狀況之下 美國的這些工程師 可不可以吃得了這種苦 受得了這種罪 你不要這樣只要求福利 對不對 要求加薪 霸易抗工只會來這一套 台積電後續來講 真的完成市場以後 我覺得說 他的營運成本真的是堪憂 對 台積電現在 在美國的設廠 有沒有可能水土不服 在人力當中 還是值得持續來觀察 請你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聞大白話